《鱼丽群》 那一年,好入上海明月歌舞剧省,后进入上海电影学校,演过话剧,拍过电影,是上海著名的女明星。 鱼丽群素来喜欢言独立带悲喜,专善传递,甚至起作大字也相当的好。 他曾给毛泽东寄过作品,毛泽东收到以后十分的高兴,还给鱼丽群回了一封感谢戏,夸赞他自写的好。 林徽英,原籍福建敏侯,父亲林长敏毕业于日本早刀田大学,曾担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等职务。 林徽英因为随着父亲流离欧洲的经历,立下了研究建筑学的志向。 林徽英拥有精识才华,角色的容颜,一颦一笑,极具灵动,周身一股优雅的气度。 夏梦原名杨蒙,五十至六十年代的香港首席女演员,公认的西施演员,金庸的梦中情人。 金庸很多小说的美丽女主角都是夏梦的化身,服为夏梦少女时的珍贵老照片。 美丽动人,1985年,潘盈子主演了一代女皇,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她将幼年的五妹娘演得天真烂漫,机灵可爱,演绎得淋漓尽致。 直至当上女皇的泽天演得一态十足,不怒自威,该电视剧在当时掀起了一股收拾热潮。 她饰演的五则天是最好的五则天,也是最美艳的五则天,深受观众好评。 祝奇文解密原创文章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图片来源互联网,版权归所作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